OPPO Reno3确认首发天机1000L处理器 详细规格全面曝光 OPPO Reno3此前已经证实将会搭载联法科5G芯片 但是具体型号却没有确定的信息 好在这次5G芯片正式发布临近 全面终于被揭晓了答案 这便是首发联法科天机1000L处理器 目前已经在官方商城预运页面得到了确认 将是全球首款支持双卡5G处理器 至于安兔兔跑分成绩 则超过了其他两款同档次的5G芯片 OPPO官方已经公布了OPPO Reno3 Pro的 将会搭载骁龙765G处理器 同步登场的OPPO Reno3 则仅仅表示会配备联法科的5G芯片 没有给出具体的处理器型号 好在OPPO官方商城在最近推出的预约页面上 OPPO Reno3的处理器型号终于浮出了水面 这便是搭载了联法科天机1000L的5G处理器 尽管联法科官方尚未正式推出这款处理器 但此前曝光的联法科MT6785 6885处理器跑分成立已经显示 来自于OPPO新机PDC-M00 并且根据泄露的行销材料显示 该机便是即将登场的OPPO Reno3 5G版 因此可以确认天机17L处理器便是MT 6885主要规格同样是采用了开机电 N7P工艺依旧是四颗A77大核 加四颗A55加J77JPU的组合 值得注意的是天机17L相比颇受关注的天机1000处理器 还是率有缩水的 比如CPU大核主频降低至2.4G核素 并且GPU核心处由天机1000的MC9变成了MC7 总是在主流速度方面没有所降低 尽管如此 该款OPPO Reno3首发联法科处理器的安兔兔跑分成立 还是超越了骁龙765G和猎狐作980 堪称当前最强的5G终端芯片了 至于OPPO Reno3 5G规格配置方面 所有网友爆料披露了较为详细的信息 包括配置有一块6.44英寸OMLINE屏幕 采用了三星E2发光材料和支持700尼特光致亮度 但没有90Hz的刷新率 装载有0.7毫米的超薄光学屏下指纹解锁模组 用8GB加128GB 12GB加128GB 两种存储组合选择 支持双门5G和双卡5G功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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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